整治一下 秃头小子 我这头发是真的 我这个人别的不多就头发多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的头发有多命 根本掉不稳 拉拉队员心理律师前锋 黄衣之主 刀抽 放狗黄衣抓前锋不是很合适吧 抓前锋的话除非你第一刀是有平地刀 或者触手压住能打刀的 要不然你狗咬住打第一刀 你手有点吓人 直接放狗 那第二刀怎么办呢 这只有一刀呀 第二刀前锋这边拉一波大球 我跟你马拉松就好了 这边前锋拉球一波拉完 可以 我很欣赏这个前锋 真的 这个前锋的选择非常的正确 因为这个前锋不能倒的 这个前锋倒了队友来救他 属于是什么呢 叫前扑后继 可能几轮救人 两轮救人可能就直接没了 一轮出事情就直接没 但是前锋这边球拉完 我至少对吧 有自己打了一刀心理 那前锋走了 我至少是把自己的球角完了 我对得起你们了 打了一刀心理 还是目标锁定前锋 前锋大概率是个搏命的 因为这个阵容的话 其他人不太会带搏命的 一根触手拍倒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感觉球影者来救一波 可能就没了 救一波可能就是双倒 鞠个弓 不是最近的监管者 怎么那么喜欢鞠躬啊 要不别救了 卡着不救是可以的 这个局卡着不救是可以的 因为他们这个局来救人 或多或少 都会给到黄一柱机会 即便你真的不给机会 那也是吃一刀救人 你也盘不活一个私人开门战 过半以后我们看一下 这边黄一柱要不要通过触手去排人 他在干嘛 他在向那个沙龙的那个 聂息的那个照片鞠躬 他在椅子旁边放了个照片 然后在那边鞠躬 怎么地败一败 能赢啊 他不能在我们直播间吧 我才发现 他不是在对前锋鞠躬 他对那个 他对着那个喷漆在鞠躬啊 这小兄弟是不是有点迷信啊 我们来看一下机子啊 这里的话密码机还差一半 他这只放狗交掉的话 开门战一触手拍 开门战等于说 不一定有技能的 这里律师过来救人 三人开门战 你追的还不是一个短板心理 你追的是一个律师 一个拉拉队员 第二式能挂得进吗 第二式如果能挂进去的话 又好一点 但律师这边跟的比较快啊 出手 一拍拍中的是律师 好像落地刀 有机会 蓄力吧 来来来 蓄力刀 可以 密码机点亮 40秒的传送 技能没有 虽然说是个三人不贴门 但是他没有技能的话 这个局应该是最多一个平局 如果地窖位置不好 甚至这边的话 拉拉队员有机会跳地窖 我觉得他这边刚才应该干嘛 怎么样 我们从马后炮的角度来讲 他这一波其实千人挂人早了 我们参考那个买老师 买老师今天有类似一个局 在知道对面的密码机 拦不住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该干嘛 先拖技能 对吧 你先确保自己开门战有技能 你这个击倒 这个 击倒这个 拉拉队员以后 他不一直在我们直播间吧 击倒拉拉队员以后不挂 在地上面拖 先把技能拖出来再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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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